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于伦敦来说是有个情意结的 可能是因为我十几年前读书 我本来就在Birmingham读书 但当我搭巴士第一次搭足London 就很喜欢这个大都会这个城市 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小说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Herry Potter 有部分的地方都是伦敦取景 其实在英国读书或者之后去旅行 我都去过英国其他的城市 比如有苏格兰的Edinburgh Chester York 这些地方 但没得说的始终对London的情意结 是觉得是一个很熟悉 和一种很有味道的一个感觉 而其他地方始终好像一个过客游客 所以如果要选投资的话 当然要选自己有感觉有熟悉的地方 就选了London 众所周知的就是英国是一个文化气息 和历史背景很重的一个国家 教育也是世界所一所疑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读这个碩士的时候 都选了英国呢 我去读这个碩士 已经是接近三十岁的时候 我去读之前 我都怕怀疑会不会是比较老 或者比较成熟呢 但结果其实都很包容 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同学 都是相处得非常融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元 很包容 和是一个相处得比较舒服的一个国家 其实某程度上伦敦和香港是挺相似的 因为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 和动静加热的 如果你在London你想动的话 自自然你可以去clubbing 或者去很多pub的地方 但是这些动这一番 不太适合我 我是很喜欢静的 尤其是在London来说 看到很多opera 很多歌剧院 还有它可以长年累月 做同一套的歌剧 譬如有Harry Potter 有Lion King 而且这些歌剧 都是很经常爆满的 那我当时自己想 可能一来 一些旅客很喜欢看 二来就是当地人的文化气息很重 所以令到一些歌剧都可以很长清 但是除了Zone 1 在这个核心的城市之外 我自己都喜欢走下Zone 3以外 因为那些就是比较郊区一些 和一些小屋子小小 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看一些童话书 还有那里的空气清新 很多绿化的地方 在一些郊外的城市走一圈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都是我自己追求的一些理想生活 因为我又可以去relax 和香港的生活是比较急促繁忙 在那里就正正是可以令到我 放慢脚步去享受一个慢的生活 我其实去伦敦都去了很多次了 十只手指都数了 所以我已经开始去发掘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 怎样去做呢 就是譬如你想选择的时候 你搭巴士 搭一下地铁周围去 事大一个站落车 然后再在外面去感受一下一些交区的一些气息 今次的职业 为什么会选择在伦敦近郊的地方呢 因为我自己的资金有限 所以在伦敦的市中心呢 那个的付出是比较大 反而在近郊的地方呢 可以买到一些我自己心意的地方 好像我知道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欢的一些城市 譬如有Suri啊 有Redding啊 还有Kingston这些呢 他们有一些很多大型的配套 虽然它在近郊 但是呢 也有很多shopping center 有香港人都很喜欢的中餐啊 西餐啊 各式其式 什么都有之余呢 还有就是 轮近泰晤士河 环境非常清幽 和很绿化的地带 再加上就是校网的配套非常之好 所以都令到我好心动 我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想买House的 因为始终自己没住过啦 香港来说是一个食屎森林啦 所以呢 好想试下一些 真是在卡洞片看到一些 很靓的屋仔 有花草树木可以自己栽种 还有呢 就可以亲亲大自然的 那好似呢 就是Suri 和Ospershire 这些呢 其实就有一些物业本利的屋苑 其实那个概念呢 有些像香港的熊山半岛 那其实这些地方呢 可以说是旺中大静 又可以静中大旺 因为它其实 距离伦敦那个市中心呢 你是大概半个小时 九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 那所以你可以 静静地在家里就行 如果你想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搭一个短短的路程就可以出去 那我相信这个呢 也是香港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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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